大家好 我是趙祈祥 祥親公司的創辦人 也是四川亞台青創業園區的創業導師 很開心可以透過這支影片跟大家見面 我們說到焦點思索 我覺得想法是什麼 就是可以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可以讓所有的人互相去做交流 這不是學員跟講師的交流 是每個人彼此之間的資源創造 我會在這個課程當中 負責一個區塊 我覺得這一個內容很值得大家來 其實在這個課程之前 我覺得大家已經把這個課程 將要完成一半了 一開始我們會聊到什麼 第一件事情就是 去為自己制定一個五年的不餓死的計畫 我們不用說得很高大善 如果你能夠有一個五年的財務計畫 不讓自己餓死 我覺得你可以走路到這個教室裡面 第二件事情你可以為自己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說如果在我的事業跟人生當中 可以幫助我的那三十個人是誰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課程裡面 課程前面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思索 相信它可以幫助你在打底的過程當中 已經具足了 另外一件事情我們來到課室當中 那我們會做一個比較不同的設計 一開始我們會每個人都走上這個牌桌 我們會玩一套這個遊戲 叫做產銷人發財 如果說我是一個行銷專長的人 那我們可能會讓你就有財務的位置 如果說我是一個對於業務很有信心的人 我們可以讓你去走到這個研發生產端 讓你去思考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該如何去縱觀全局 我們講一個叫做上帝之眼 我們去看一下這個遊戲 跟未來的人生策略可以怎麼走 聊到這邊 課室這個過程當中你算是體驗了全部了 可是接下來才是我們的這個人生功課 我的目標要往哪裡去 我已經具足了一個五年不二十的計畫 我已經具足了這個三十個貴人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可以縱觀全局 那我們的接下來走出這個課室外 我該怎麼做 除了焦點提供的這個社群聚落的這個見面 認識交流資源整合還有資訊提供之外 我也希望說在這個未來喔 我在台北桃園跟這個高雄喔 我們都有另外一個部分的社群聚落的這個活動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時間 我們彼此來做一個交流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跟你學習 那說不定我有點點這個分享呢 也有可能可以讓你有點點收穫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可以聯起一個點線面 上課為的是什麼 我覺得不只為的是學習 而是可以讓我們的生命呢 再更好一點 可以讓我帶領的這個組織跟團體呢 可以再更好一點 希望可以在課程當中 我們可以一起見面